大家好 彭博今天刊登了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赖清德的专访 赖清德在专访中表示 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现在的国民 宪法上的名字就是中华民国 没有另外更改国家名字的情况 赖清德说会继续推动蔡英文以中华民国台湾来称呼的方式 这类彭博的询问 如果可以改变世界 对台湾的其中一项认知 会希望改变什么 赖清德回应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了解 关于台湾的一些事实 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跟国际阵营追求共同价值 台湾很乐意跟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彭博追问 台湾人民是否要正式独立 赖清德表示 必须要根据事实 我所谓的务实就是根据事实 那这个事实 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而且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隶属 没有必要另外宣布独立 永远不宣布这个 为提升正式的认同 是否考虑正式更改中华民国的国名 赖清德则说 现在的名字 宪法上的名字就是中华民国 为了团结台湾 赖清德 蔡英文用中华民国台湾来称呼我们的国家 他未来也会持续这样来推动 没有另外更改国家名字的情况 彭博进一步关注 是否有正式独立的蓝图 赖清德强调 他的责任就是维持台海现状 同时保护台湾 增进民主 和平与繁荣 所以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必须要维持和平的稳定现状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彭博社访问赖清德 问向总统蔡英文学到了什么经验 赖清德回应 总统蔡英文在台湾及国际社会建立非常稳固的关系 并提出了四个坚持 而他将在此基础上以四大支柱向国际社会声明 台湾坚定捍卫民主 和平 自由的决心 15号 彭博刊登的赖清德的专访 也是赖清德四月获民党提名首次接受外媒专访 赖清德表示 蔡英文是谈判专家 他在台湾跟美国国际社会之间建立非常稳固的关系 那这提供了台湾安全保障 也提供了台湾未来发展蓝图 特别是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这就是台湾的共识 未来自己也会在这个基础上 持续推动台湾跟美国国际之间的关系 凝聚台湾力量 继续与四个坚持维持现状 同时捍卫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 赖清德说 特别是地缘政治变化当中 他提出四大支柱 未来希望能够向国际社会声明 台湾坚定捍卫民主 和平自由的决心 蔡英文的四个坚持是主张 而他的四大支柱是行动 那彭博也询问 当选后希望达到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赖清德说 作为国家领导人 希望要让国家持续进步 然后造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当我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 能够让人民认为我是一个好总统 以人民的利益为优先的一位总统 我相信这就是我最好的成就 赖清德强调 他当总统一定是以国家为优先 以人民的生活为重 若能够在印太关键位置上 发挥稳定台海和平 稳定的造福全世界 相信自己会很高兴 也能够完成这件事 永远不宣布独立 就能稳定台海局势 所以我想问台独 你们能独立吗 赖清德说了 我们永远不宣布 彭博的专访中也表示 中国除了并吞台湾 也意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限 故台海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 那么国际的红线是台湾的红线 也是我的红线 赖清德强调 和平才是无价 一定要避免台海战争 彭博询问 若与中国的情势升奔 有多少信心美国会协助台湾 赖清德回应 美国是台湾的好朋友 不管是政治经济 还有人权 社会制度方面 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伙伴 目前两岸情势紧张 问题不在台湾 而在中国 判为这种状况之下 回社会势必要优先管理 中国挑起两岸 是紧张勤势的种种作为 因为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全世界的问题 维持台海或印太和平稳定 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相信包括美国在内或其他民主国家 如果真的哪一天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会知道如何反应 赖清德说 中国不断挑战现状 对台湾发射导弹 飞越台海中线 还进行海上封锁演示 那彭博社也关注 赖清德所谓的红线是什么 赖清德说 台湾的安全问题 就是世界的问题 如果台海可以和平稳定 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所以既然台海的问题是国际性问题 那么国际性的红线 就是台湾的红线 也会是赖清德的红线 那对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的领导力 赖清德说 俄罗斯在毫无动静下侵略乌克兰 可从此了解 独裁国家是不可预测 台湾必须做最坏打算 要做最好的准备 看见泽连斯基总统的勇敢 以及寻求外交协助的精神 此有效协助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区论 他有一个更深的体会 就是一定要避免台海发生战争 和平才是无价 战争没有人价 永远不宣布独立 但是我坚持台湾和大陆互不隶属 我们永远不需要战争 这就是赖清德 什么都想要 台湾独立也要 对吧 和平也要 他说台湾虽失去邦交国 但也持续提升了 与理念相近国家的非正式关系 当然你没有正式关系 你只能提升非正式关系 有正式关系 为什么不提升正式关系 人家不跟你建立正式关系 你赖清德还不明白吗 你所谓的永远不宣布台湾独立 就是永远让台湾与那些国家没有非正式关系 彭博问若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恶化 会希望国际朋友可以做些什么 赖清德表示 一是协助稳固台湾的邦交国 避免台湾的邦交国再次受到中国的威胁利用 二是协助台湾的国际参与 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甚至气候变迁会议 任何国际的参与都可以让台湾在平台上面 为国际社会做出务情 他说三是帮助台湾在印太地区 维护和平稳定 以及进行产链发展 这能让台湾不仅在区域和平稳定上 还有在全球共链上 功能可以充分发挥 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务情 彭博最后的发问的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赖清德有何看法 赖清德回应 我们不想成为敌人 我们可以做朋友 而且我们乐见中国和我们一样 享有民主和自由 只要拥有对等与尊严 台湾的大门永远敞开 台湾乐意与中国合作 共同促进和平与繁荣 赖清德说 在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之前 台湾必须加强自身的军事战力 并与民主国家并肩同行 以有效嚇阻来自中国的各项威胁 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 中国仍有并吞台湾的意向 那除了秦平 也许下一任领导人也会如此 而台湾的任务呢 就是要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 以及对区域稳定的责任 彭博呢追问 不如现在来思考一下 跟习近平共用一道台湾料理 可以为两岸带来和平吗 赖清德指出 可能谈吃什么食物太早 因为两岸目前还有许许多的问题 需要克服才有办法进行 基本上 要表达台湾的善意 希望大家能够做起来 就眼前的各项挑战 大家共同面对 共同解决 赖清德强调 他一直认为台湾和中国 有共同的敌人 也有共同的目标 因此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 才有办法解决 所以共同的敌人呢 就是天灾地震 传染病 共同的目标呢 就是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进而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就是最重要目标 那这是赖清德接受彭博社专访啊 那赖清德接受彭博这个专访呢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呢 赖清德提到两岸互不隶属 两岸互不隶属呢 他有历史背景 就是国共内战 但是台湾的主权已经确定 台湾属于中国 这个是赖清德一直闭口不谈的 所以台湾年轻人要记住 你现在所谓的台湾 所谓的天神叫着台湾 他在国际上公开的名字叫 Republic China 我再说一遍 他叫中国 因为台湾属于中国 那么两岸互不隶属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为两岸内战没有结束 所以现在台独一直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 没有进行过这个管理 没有进行过控制 指的是内战 但是台湾的主权已经确定 那也就是你们台湾 你们想要台湾独立 拥有所谓的台湾的主权 需要国际社会认可 但是现在国际社会 因为二战的秩序 不可能认可你 所以赖清德选择什么 规避 我不谈改名 我们还用中华民国 在国际上我就用中国 但我们实际上天天反中国 骂中国 杀光中国人 但国际上我还得用中国 那这就是现在台湾最大的 他一方面得用中国这个马甲 中华民国这个马甲 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 那我想所有华人 海外华人 你们自己想想 这样能长久吗 台湾有识之士 你们也想一想 这样能长久吗 用中国这个马甲 在国际上 搞所谓的独立 那国际上只认可你是中国 因为这是二战秩序 那你宣布独立就是改变二战秩序 最后的结果呢 那一定是什么 发生世界大战 也说发生战争 你改变了秩序吗 那赖清德自己也不想挑起战争 又希望永远和平 那么永远不宣布台湾独立 他以为这样就能什么 就能规避战争 又能什么 又能绑架台湾老百姓 看懂没有 那他最后一讲 要跟习近平坐一台谈 习近平可能跟他坐一台谈吗 台独的目标是什么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你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根据联合国宪章 根据联合国宪章 所有的中国的领土 已经是二战秩序 台湾分裂出去以后 是改变二战秩序 那你改变二战秩序以后 中国呢 中国如果没有行动的话 怎么办呢 共产党能执政吗 你问问共产党他能执政吗 习近平能继续执政吗 跟着你坐一起吃饭 你他妈要玩死共产党 要跟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吃饭 你觉得习近平会跟你一起吃饭吗 这就我跟台湾讲的底层逻辑 你以为你是个国家 你的目标是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小学课本学的 960万平方公里 到他妈你这儿 就不是960万了 你觉得跟你能坐在一起吃饭吗 中国最后一定是要收复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一定要认清楚现在这个现实 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结果 不会有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会跟你台独坐在一起 腰他妈就是腰 你改变不了 你最终目标是什么 台湾独立 中国发生内战 共产党倒台 共产党要长期执政 他可能为了你台湾放弃执政中国吗 一定发动武统 这就是现实 另外 赖清德说了 跟你共享自由民主 我现在没有自由民主 我现在我也能吃 我操你妈的 没有自由民主 我一样 跟你共享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味道有啥区别吗 有啥区别赖清德 有区别吗 自由民主 我去的国家比你多多 你赖清德不能来中国 我比你自由 你赖清德不用给我自由 给我民主 我们知道中国人知道需要什么 你他妈这个自由民主 就是忽悠老百姓 你记住赖清德 你能忽悠中国一帮傻子 你忽悠不了中国的这些年轻人 你赖清德能去那些地方 我都能去 联合国我都能去 你赖清德就进不了联合国 听懂没有 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看到没有 我照样 你能吃啥我也能吃啥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一起呢 跟着你一起搞台独 跟着你一起玩你那个自由民主 能听懂我说的什么吗 还挺好吃啊 你看自由民主肉多好吃 你不去纽约了吗 去纽约吃什么热狗了吗 你赖清德吃不上热狗了 我去纽约 我喝了自由民主的奶 吃了自由民主的肉 我给你有区别吗 台湾人 你们的自由民主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是什么 哎呀 好吃啊 自由民主啊 多好吃啊 是不是啊 自由民主享受够了 他们也可以不享受这种 我比你多一种选择 我比你多一种体验 哎呀 台湾听懂没有 我比你台湾人自由 你 tried 我比你多两种 和为你 lorsancy reg咱的